藜麦的形状有些类似于小米 是属于一种一熟一消化食物 煮熟后 色泽清亮透明 咀嚼时有轻微大支声音 很是弹牙 口感富有层次而又有天然的清香 加之营养丰富全面 让人细细品味到了纯天然的本来味道 有一种回归大自然 找回天然健康的心情 藜麦具有均衡补充营养 增强肌体功能 修复体质 调节免疫和内分泌 提高肌体应激能力功效 被国际营养学家们称为 丢失的远古营养黄金 超级补物 未来食品 还被素食爱好者奉为素食之王 备受爱戴 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农作物之一 鸡胸腐肉是蛋白质含量最高 脂肪含量最低 最适合减肥的 健身减吃的人都喜欢吃鸡胸肉 据说很多明星在拍摄电视剧前都会吃鸡胸肉保持好身材 鸡胸肉和鸡胸肉搭配西兰花生菜小番茄等食蔬 混合在一起 淋上又一些柚子胡椒口味的果蔬色拉汁 拌一拌 一份健康营养减餐就好了 鸡胸清洗干净 西兰花改刀成一口大小 放入淡盐水中浸泡 生菜洗净沥干水分 藜麦放入电饭包 加入煤过藜麦的水量 开启煮饭功能 鸡胸肉洗净切到肥油部分 将鸡胸肉放入锅中 加入几片生姜和小勺盐 煮熟 西兰花灼水煮熟 将煮好的西兰花捞出放入冷开水中 煮熟后的藜麦胜出晾凉 煮好的鸡胸肉切成小块 煮熟的鸡蛋切成小块 小番茄洗净切开 生菜叶垫在盘子里 放入藜麦 放入鸡胸肉 鸡蛋 西兰花 小番茄 淋上又一鲜柚子胡椒口味的果蔬色拉汁 拌一拌就完成了 也可以直接将生菜叶丝成小片 西兰花 再加入各种配料 放入藜麦 最后淋上又一鲜柚子胡椒口味的果蔬色拉汁拌一拌 装盘就可以了